今天 恒情口岸客户车通道随车人员宴放厅正式启用 标志着恒情口岸通关区域全面投入使用 恒情合作区实施货物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 人员进出高度便利的分线管理政策将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下午三点 随车人员宴放厅迎来首位通关旅客 澳门居民高小姐在恒情口岸澳方口岸区 二层交通枢纽平台G区下车后 按照指引前往全新的随车人员宴放厅 进自助通道进行通关 通过查验后前往上客区等候上车 不到一分钟顺利通关进入行情 随车人员宴放厅出入境通道 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 分别设置八条快捷查验通道和三条人工查验通道 按照相关规定 随车人员宴放厅启用后 乘坐九座函以下非营运小型客车的随车人员 均可从随车人员宴放厅通关 无需绕行至旅检大厅通关 我们这个车道对于一些特殊需要辅助的人群 是一直提供的随车查验的这么一个服务 包括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10岁以下的孩童 还有一些不便下车的这些需辅助人员 我们都是提供的随车查验的这样一种查验模式 随着厅实施24小时通关 采用海关卫生检疫 合作财业仪式放行便捷通关模式 促进环节采用海关与安检 一机两瓶仪式过检联合检查模式 旅客通关将更加便捷 据了解 恒勤口岸客户车日均通关量约为5500辆次 自去年9月26号 口岸客户车联合一站式车道试运行以来 累计通关量已超100万 随车人员宴放厅开通后 恒勤口岸通关区域已全域启用 秦澳两地要素流动将更加便捷高效 澳门居民优质生活空间向恒勤加速拓展 珠海台报道